咚咚 你是酒吧 你猜什麼 我今天特別帶這個來這邊開箱 因為這邊很漂亮 整個就是讓我就是忌妒 已經男情的精神 對對對 好 換你出來 我先把我的東西放一杯 雖然我非常緊急 竟然是Celine 對 老花包嗎 不是 好 我看看 我來了 我來了 是凱旋買這個LOGO我真的覺得 天啊 這是我的包欸 好好看喔 我連我的背包都還沒卸下來就在開箱 對啊 你要不然卸下來 欸 好美喔 好 這個背材是這樣 超美的 天啊 是 我們的開箱到此為止 還沒 還沒 我還要開箱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我今天跟你說的surprise 什麼surprise 我今天 我帶了一個價值不菲的東西在我的皮箱裡面 真的 我要看 你猜猜是什麼 你看我買了一個牌子 我要怎麼猜啊 我平常跟你那麼 就是對我的了解 蛤 你是我的soulmate 你不要亂給我拉力 那我不太知道你現在的那個 品味是什麼是不是 Chanel 喔 我很想要 Chanel 但 Chanel我真的買不下手 Celine嗎 對 唉唷 我要看 OK 我今天特別帶這個來這邊開箱 因為這邊很漂亮 因為這邊很漂亮 整個就是讓我 就是 忌妒喔 已經難起你的精神了 對對對 Come on come on 對好 這 我跟你講這我 這我昨天才拿到的喔 昨天 對 就是 我為了要趕上在有愛開箱的這個行程 然後 我本來還在考慮 然後我就跟那個 我的代購 就是講說 我可不可以 因為它剛好有現貨 這在那個歐洲有在現購 嗯 有在配貨 然後 我就說 我明天會錢 你可不可以幫我媽媽出國 我說可以 為什麼 它這個貨已經在台灣了嗎 對 它已經回台灣了 然後就說有一個現貨 好快點拆開來 好 我先把我工作放一邊 雖然我非常緊急 我真的不想明天再繼續工作 我這個本來是想要在三樓好好的拍的 沒關係 你現在都這樣了 好 我現在先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 我忘記跟那個 竟然是Celine 對 老花包嗎 不是 好 我看看 我來了 我來了 喔很美耶 啊 是凱旋門 是凱旋門 OK 現在觀眾還沒有看到這什麼東西 但是 可惡 我也想要 喔 你知道嗎 看到這個logo 我真的覺得天然是我的包耶 好好看喔 我連我的背包都還沒卸下 你就在開箱 對啊 你要不然卸下來 欸好美喔 對 很你耶 我覺得這很好看 腋下包 我跟你講很火 去年最新款 而且也是LISA款 好我們現在要來 拆開囉 對 琳達說 就是沒有想到我會買 黑色的 真的 很不像你耶 為什麼 我覺得黑色就很少 在你身上看到黑色的東西 對 比較少黑色的東西 對 我還是很了解你 OK 我們要 我們要讓這個凱旋門的標誌打開 很美耶 真的很美 完全喜歡 真的對岸就會用一個形容詞 真香 笑死了 真的是真香 喔 真的很漂亮耶 真的 而且我一看到這個logo跟這個 就是皮質 我就覺得 喔天啊 這是我的包 OK 真的很美耶 超有質感的 我們來把這個袋子把它 就是拆開 OK 完成這個塑膠袋開箱了 然後呢 因為它是易小包 所以它的那個肩帶就是這樣短短的 為什麼要買這個呢 因為它這個logo 你看它這個五金 打開 它是 這樣有機關可以按開的喔 要聽到那個聲音 OK 然後這邊有刻意呢 Seline Paris 就是為了要買這個Paris 因為我是法國迷 哈哈 而且呢 這個包包包型非常的挺 你要穿什麼很休閒的 或是你要穿去晚宴 或是你要穿什麼運動服 運動服 都可以 總而言之呢 我今天穿的就是 他們秀場上就是 西裝外套配牛仔褲 很好看 對 然後就是可以這樣 就是為了這樣 很好看 其實水桶包它並不是像這種 長方形的包包那麼淑女 就是它 它畢竟還是一個休閒的款式 所以你沒辦法就是 出席各種場合 對 所以你買了 然後你可能只能休閒 但是你如果去一個重要一點的場合 譬如說 餐宴或者是說你要開會 或是去 譬如說去出差什麼的 這個 不論是商業的場合 或者是正常吃飯的場合 或者是說你去參加一些 就是餐會啊 都可以 都是非常俐落大方 而且非常有氣質 很好搭 對 所以最後我就沒有買那個 Burberry的 覺得它就是很漂亮 然後因為有高級感 然後又有俐落感 又想要低調 但是呢 又可以讓人家看到你的logo 然後呢 很百搭 對 但是因為選黑色 就是因為 比較耐用 買這麼貴的東西 我還是要選一下耐用的東西 CP值 對 CP值很高 好 然後這個包呢 它有三個顏色 主要的顏色 但是其實這個亮澤小牛皮的 它其實還有別的顏色 但是主要區別就是 它有一個天然小牛皮的 天然小牛皮的 它是最貴的 它好像台幣就是9萬9 然後但是呢 很好看 它是那種沒有經過就是 亮面處理的這個小牛皮 就是天然的 所以你在照顧上呢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不能碰到水啊 不能刮到啊 之類的 但是我一直用 它就是會一直刮到 然後這樣子 稍微刮到一下 沒有關係 然後就是 我這樣摸 也沒什麼指紋 但是天然小牛皮 你可能就會用久 它就會變深色 對 所以這是一個考量 因為台灣真的太會下雨了 好 然後第三個就是老花的 就是本禮黨 一開始以為我會買老花的 但是因為我 個人就是覺得 我對老花沒有那麼喜愛 對 對 我其實很少弄什麼老花的東西 幾乎沒有 因為小時候我就覺得 LV的那個老花有夠醜的 沒有啦 就是長大之後有 就是成年人的一些價值觀 所以才會覺得 但是呢我覺得 它這一款做老花的 就是你會越看越好看 就是因為Lisa她有背 所以然後背在模特兒身上就覺得 嗯 一開始沒有那麼好看 但是後來就是越看越好看 所以我其實 喜歡的話三款都可以入手吧 OK 好這個背才是這樣 超美的 超美的 天啊 是 完全想要欸 真的 可惡 而且 我跟你說 選這個大小呢 也是有理由的 因為呢 原本那個 它正方形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挺 就是我覺得正方形它的型 加上這個Logo 沒有那麼好看 然後呢 因為這個是長方形的 就是比較少見 然後這個Logo又很大 就是它沒有太大 整個呢 就是 又低調 然後又可以看到這個Logo 這個比例真的是黃金比例 今年有預算一定要買這個包 哈哈哈哈 欸剛剛把我的錢包就是裝起來 真的可以裝得下 但是一裝然後就馬上滿了 因為我的錢包就是 跟它只差一公分 就是這個 這個包是二十公分 乘以十 就是十公分 然後這邊側面大概只有三隻指頭的 的這個長度 所以只裝一個錢包就好 那它的容量呢 就很小 但是你可以放一些 就是小的卡包 或者是小 就是那種短夾 可以 然後再放幾個 比如說口紅啊 口紅 然後小香水啊 然後那些鑰匙 車鑰匙啊 然後家裡鑰匙之類的 這種沒問題 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作Logo包啊 它今年就是有出那個鏈條的 但是我買的是皮質的背帶 為什麼要買皮質的背帶呢 因為它的鏈條的 就是上面這邊 它是沒有做那個皮的 所以就是 我自己務實的考量就是會掛衣服 然後 而且鏈條就是比較重 然後比較重的時候 你想要這樣子 背起來 然後剛好是有這個角度 我還考慮它 它就是那個皮質的 這個背帶 因為它連的是連到側邊 可是金屬的它是從中間 這邊 連起來的 所以那個角度的部分 但是 當然你要背這樣也是沒有問題啊 那鏈條就是 稍微貴一點 我記得好像是貴個 六千塊之類的吧 其實沒有差很多 但鏈條也很好看 但是我目前只能買一個 我就先買皮質的 因為皮質的呢 就是你不管什麼場合都可以戴 然後 可是鏈條的 譬如說你去溜拱 你去戴個鏈條的 就稍嫌有一點點 嘻嘻 就是 想說你溜個拱 你戴什麼鏈條 鏈條包 但是帶皮質的 你就是 它會跟你的穿搭人為一體 所以就是沒有那麼突兀 我在IG上面 就因為Lisa有背過它 她現在是全球代言人 所以呢 這個包就是等於是 就是Seline的爆款了 就是現在這個 當時就是因為Lisa帶貨 然後 賣到就是很缺貨 所以她開始又配貨 然後就是反正就是很熱門嘛 然後我就在IG裡面看到超多 超好看的法國女生 就背了那個穿搭 所以呢 如果你們要就是買一個包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在那個 時尚媒體 時尚媒體也大肆的報導 因為Lisa有背它嘛 所以超好看 然後在那個社群媒體看一下 有沒有人在背 然後再看一下二手市場 有沒有 有沒有人在流通 但是因為這個很新 所以目前 嗯 二手市場比較沒有 但是呢 各大網站 就是 線上網站都有賣 但是只是說沒有特價而已 就跟櫃上賣的 還差不多 所以我後來就是 想說更沒差 好啦 我們今天的開箱 就到這邊 很精彩 Belinda在旁邊就是 辛苦的工作 然後聽我在這邊 我就辛苦的工作等於要去買那一咖 沒錯 那是辛苦的存錢 但是奉勸各位 真的要有閒錢才可以買 就是不要讓自己太辛苦 沒錯 對 就是 這東西呢 真的 不要叫大家一定要買 但是 有錢你就可以買 不要造成自己的生活的困難就好了 OK 今天的開箱到這邊為止 很精彩 謝謝大家 恭喜你 我之前呢 就是一直覺得 陳怡貝在那邊亂花錢 覺得他 大概無問題 你明明也丟一堆連結給我 你沒有亂花錢 我沒有買啊 我就想說我丟連結 幫你研究一下 研究代表說你很想救贏我 好不好 我很想救贏但是我 你還說 你還批 批批我亂花錢 因為你花了 我沒花 那時候 OKOK 對那時候我非常想要消耐了 但是我真的 還沒有辦法那 就是無痛下手 沒問題 沒問題